娜奇 再一次 叫歐元才不是 歐派列車 現在有這個列車 欸 感謝新的贊助者 呃 凱油嗎 是這樣講嗎 嘿 哈囉凱油 聊天室的贊助者們 幫我刷個貼圖 感謝你們 貼圖刷起來 貼圖刷起來 來 耶耶耶耶耶耶耶 好 感謝感謝 哈囉 拳皇人臨死 雅典娜減傷 喔 雅典娜都快忘記這個人了 等一下說不定可以 試試看那個拳皇 幹嘛 瞄右邊的 瞄左邊的 我覺得這一 這一隊蠻 簡單的 所以可以 可以跟你們聊天 應該是吧 這一隊只要 在第一關裡 其實只要洗到 人馬 然後還有 痾 沙利耶跳起來就可以了 沙利耶再一回合就跳起來了 因為我們 貴爾這時候跳起來 沙利也CD6 所以再 再一次 人家是智凱 喔喔喔 有智凱 是這樣嗎 喔喔喔 呵呵呵 Google真奇怪 開到幾點不一定耶 我覺得今天不會開太久 因為 主要是我們這次的 關卡太簡單了 然後我覺得 剛才還死掉了 所以應該不會開太久啦 邊打寶可夢救急日月 欸是今天出嗎 欸等一下 為什麼沒死 哇 超懷念寶可夢的 小時候超 超級喜歡玩 什麼時候開古幣 下個禮拜一 嗯 下個禮拜一 還有順便開放那個 傳說中最強水隊的隊長 亞特蘭提斯 所以我們大概會在 呃 禮拜日的午夜十二點 跨禮拜一 的時候 會開直播抽卡 好不好 那這一次的 黑金卡 我建議大家一定要抽啦 那個真的是 破壞強度啊 那個倍率做壞了 不管你有沒有在玩水隊 他就是一張史無前例的隊長 他就有點像是 水屬性的三藏 甚至我覺得他比三藏還要 還要 活潑 之後 之後會出一個分析影片跟大家講的 但是 他的強度絕對是 你抽不到會很後悔的那種 就跟你當初可能 沒有 意識到三藏多強 他就已經 沒有 抽卡就結束了那種感覺 所以如果說你有那個 存一點錢 然後 考慮要不要衝的話 我建議你就是 趕快抽吧 然後建議是除四十抽啦 四十抽他才會有 有一個保底的感覺 通常都是四十抽以內 應該都會中 我就不知道他這次是 設定怎樣 沒有荷包了嗎 哇 那真的 我覺得那張是 不抽會後悔的一張卡 就跟你當初沒有抽到那個 三張會一樣後悔是一樣的感覺 橘柯的遺傳 橘柯 我覺得 我覺得 官方真的很兼詐 好 我等一下再跟你們講 他為什麼會很兼詐 我們先打完這一場 這邊就開 這邊就開 剛好有一顆火柱欸 太好了 好險 這邊就是直接轉 然後 不能開龍柯 我們等一下下一關才能開龍柯 我們等一下下一關才能開龍柯 哇殺害不夠欸怎麼辦 那就只能在洗技能了 然後製造一下強化珠 好險 糟糕了 其實有點尷尬 這邊 最好還是帶那個 延遲 回合的龍柯 整體會比較輕鬆一點 你也不用在這邊洗技能 好 感謝 K.E.V.I.N.的三十塊斗內 然後 下禮拜祝你抽中阿特 好 我應該會抽到中為止吧 這是傳統 三屬 強化 喔跳起來了好 直接洗也不會洗很久阿 一下就跳起來了 好全開全開 呃我剛應該先開這個了 但是帥了 就直接來帶走他 嘿 椰獸會過應該會過吧 唉唷差點更新但是不會 唉唷 好啦差不多了 那個時間開始直播我們還要上課捏 那個抽不會抽很久啦 那抽半小時就結束啦 嗯抽卡抽一場都多久 大概十分鐘左右吧 然後再聊一下天大概半個小時 那個直播就沒了 新一天會種冰花 唉唷我們到時候就來印證這一個 這句話到底會不會成真 希望會成真啦 因為我也蠻想種冰花的 會不會趁這次把保底取消 這我就不知道了好不好 我們就是為大家實測這件事情好不好 沒有保底的話 那我就覺得有點尷尬了 我們新一天就是要為大家那個抽 抽卡然後實測到底有沒有保底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就是星期天 來看一下直播 伺服器會炸 喔對喔那這樣就是要半小時耶 臨時通關 喔那這樣就有了 我們幾乎 可不可以做到的 好嗎